除了这个变化最大的 这个朝庆空间 其实还有一处空间 我们讲也是跟帝王的日常生活 或者说日常工作密切相关的 就是礼政空间 其实圆明园中路的 最正宗的一个建筑 是正大光明殿 那么我们讲正大光明殿 它相当于紫禁城的太和殿 所以正大光明殿 虽然就是刑制等级很高 但是它其实使用效率很低 就频率很低 它主要是进行一些仪点使用 所以皇帝日常办公 并不在这个地方 皇帝日常办公 实际上是在正大光明殿的东边 叫秦镇清闲这个景区 在这个秦镇清闲景区 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景区的西边 一小路建筑里面 就是秦镇清闲殿 然后从秦镇清闲殿的 我们也可以看到 就是清代的宫廷里的礼政空间 有一个比较鲜明的特点 就是它不追求建筑形制的等级高 也不追求尺度的大 而追求相对近人的尺度 就是它不追求那种宏大的气象 而追求实用 亲切 那么讲到这一点 其实也要提到的 就是清朝的整个统治制度 或者讲皇帝处理政务的 制度上的一个特点 从康熙的时候 就建立了一个制度 叫密责制度 授权的大臣 可以直接给皇帝写密责 由于这个密责制度的实行 所以这个正常的我们讲 上朝处理奏章 这样的形式的办公的机会 就减少了 而形成了很多小型的 就是皇帝私下跟他信任的一些大臣 直接交流 或者我们书面一点讲 叫小范围的御前会议 所以就变成皇帝总是在那种 比较小的 他自己觉得比较舒服的 方便的理政空间里面 来处理朝政 而不再进行 比较正式的一种上朝的形式 当然 相对正规的上朝形式 仍然施行 并不是说完全终止 所以这个就是要强调 宫廷政治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叫玉门听政 就是他不是在太和殿 这样的这个 疑点性的大殿里面去处理政务 而是在一个 如果我们在紫禁城的话 那他实际上是在前清门 后期呢就是在前清宫 寝宫的政宫 中间这一部分拿出来 作为一个处理朝政的空间 到了这个雍政的时候呢 就变成了到了养心殿来处理政务 而在这个皇家园林 圆明园里面 就是在秦政殿 包括秦政殿东路 还有这个宝和太和殿 也是他处理朝政的地方 讲到这个玉门听政的这个制度的时候呢 有一个小的插曲 这个也是反映啊 园林的氛围相对于政宫的氛围 要更为松弛一些 在紫禁城的这个玉门听政呢 文献记载呢 叫不设沾殿 就是大臣们啊 大学士们 参与朝政的时候 上朝的时候 都是直接跪在地上的 但是到了这个圆明园的玉门听政的时候呢 就开始下玉制 设沾殿 这样多少体现了这个帝王对于大臣的一种体恤 后来呢 这个制度呢 再被推广 由于蔡圆明园实行了这个设沾殿的制度 可能还是更拉近了一种军臣关系吧 所以最后呢 是在紫禁城的这个玉门听政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也允许设沾殿 这是一个非常小的细节 但是这个细节我们仔细体会的话呢 的确也发现有它一点温暖的地方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我们讲 在这个秦镇清闲的这个空间处理上面呢 有一个小的细节 在咸丰年间 秦镇清闲殿的这个东暖阁的部分 开始装玻璃窗 装玻璃窗的原因在于防窃听 这个是当时这个大臣的这个日记里面 所体现出来的一个小小的细节 这个也是蛮有意思的 一个呢 说明了我们家这个新的品类技术 进入到了这个宫廷生活里面来 另外一个呢 也说明就是宫廷政治啊 也有它比较忌讳的地方 所以对于这个宫廷政治来讲 这个防止窃听啊 也仍然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大家也可以想象啊 就是在没有玻璃窗的时代 所以这个窃听的问题啊 可能就变得更为严重 我们知道在九州清宴景区啊 寝宫的位置啊 寝宫的设置并不止一处 所以跟这个情况类似 礼政空间也并不只是一处 秦镇清闲殿是一处 宝和太和殿也是一处 还有一处呢 也比较重要 它这个名字呢 叫洞明堂 这一处礼政空间的特殊之处在哪里呢 它是皇帝专门勾掘犯人的地方 就是有一批要处死刑的犯人的这个名单啊 要交给皇帝 皇帝要诸笔勾掘 所以皇帝掌握了这个生杀余夺的大权 这个也反映就是 古代人在使用空间的时候啊 多少也还有一些忌讳 对于处理这种生杀之事的时候 还是对空间上有一些特殊的要求 或者一种界定 并不跳走 加入并不跳走